江苏女排轻取辽宁 放大十倍后看细节 原因清晰可见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辽宁对输的关键是断放 作为主攻守 攻球得分没几分 防雨差劲 一传满天飞 特别是第四局 在有局点的情况下 被追发 一传过往 传飞 不到位 结果输了 断放太差了 感谢两支球队 为球迷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两支球队的实力相当 谁赢都正常 说实话 辽宁实在是无人可用 就那几个人 若赵勇执教 能胜一场都不易 把辽宁完没了 他也走了 现在辽宁女排 正是艰难前行时期 愿辽宁女排走得更远 这场球 双方几乎都打成了一点攻 江苏对吴孟杰进攻强势 在一传不很好的情况下 只得打吴孟杰这个强攻点 辽宁队也是 遗传不佳 强打米哈这个点 双方你来我往 比赛精彩激烈 第四局局末 江苏队陷入被动 尼非凡的防守 为江苏队带来反击机会 为江苏队最后取胜 立下了大功 中国女排几度辉煌 都有辽宁女排队员的身影 现在感觉有点人才断层 人才选拔 中清训 要跟上才行呀 今天唐星表现还算可以 但失误较多 龚翔宇表现低迷 这不是好现象 但局位发球及进攻 都有所贡献 个人得分 吴孟杰27分 唐星16分 龚翔宇10分 杨家10分 万子月7分 吴孟化不愧为江苏队大腿 小宇的宝一船和小球串联 一直这样 受累不见高光 吴孟杰独一档的存在 第四局比赛中 辽宁女排在差一分获胜的情况下 居然输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 说明球员年轻急躁 不成熟 龚翔宇的发球发出性能了 断放的一船到位率也不行 但凡一船到位一两个 比赛结果也许不一样 江苏女排应该撤下龚翔宇 让周叶同当首发接应 场面会好很多 全国冠军赛江苏女排 清一色00后 吴公翔宇 吴雕凌羽全胜夺冠 特别是一次赛事 连续三次击败天津队 足以说明江苏女排 青春风暴厉害 吴公翔宇 吴雕凌羽 还不至于球队玩不转 全场的一船 小雨都在宝 换下去早就输了 不知道江苏这样的情况 要持续多久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